台铁高雄机场1898年创于京高雄市延城区 民国34年定名高雄机场沿用至今 并于民国64年迁址高雄市凤山区五庆二路221号 机场土地面积约31公顷 高雄机场县址东面正门设于五庆二路 西陵凯旋三路、北陵五昌路 南侧进出口隔二胜路可通达临近前阵车厂 主要业务是维修台铁各式无动力客车 货车车厢及转向架 为南台湾最大的铁路车厢维护厂房 因高雄铁路地下化完成后 造成机场临港线断轨 车辆无法进出 促使高雄机场及相关场段必须迁移 新高雄机场经中央政府核定于屏东县潮州镇南侧 总面积约52公顷 东陵县道189、西陵县道187 可通往国道3号砍顶交流道 其厂区及轨道开发范围高达33公顷 同时为达成与自然环境相融合 降低厂区整体开发对自然景观与生态之冲击 特别规划生态绿地面积约19公顷 新高雄机场全区配置 生态保育地为灵脚销生态观察 主体修车厂可供车辆维修参观 南区供应厂及铁道文物车辆展示区 进入现代化造型大门 左侧多功能活动中心可提供铁道文物特展 农套产品展示及运动休闲使用 厂区办公大楼为银级以上的绿建筑标章设计 整体厂区以绿建筑景观生态设计 规划绿营空间以依应潮州地区炎热气候 工厂外观造型呼应周遭环境绅士 且为依应极端气候固彩圆弧造型 在省能及绿建筑方面 均为绿建筑合格级以上等级 因空间较高大 屋顶以通风采光天窗设计 降低能源负荷 考量后续围管另设置防坠系统 厂房内部以BIM软体规划修车作业流程 以其强大3D功能 减少各设备与土建设计的冲突 铁套文物车辆展示区总面积13公顷 可分五种类型 货车展示区展示台铁各形式的货运车厢 包括棚车、铁棚车、通风车、冷藏车、家畜车、棚斗车、水泥斗车、平车、大物车、废料车、食茶车等 五分车展示区展示台铁各形式的窄轨车辆 工程车辆展示区 铁道瘟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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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